如果说送你一个旅元方的大国标你要还是不要 真的我没有在开玩笑哟 从这个赛季开始我已经整出来两个国服元方了 一个是国一一个是国六 还有一个是国服第十九一个国服四十多名 毫不夸张的说整个国服版五分之一的人都看过我教学 那为什么有的人看我教学能上国服第一 有的人却连新药都打不过呢 原因很简单 两者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截然不同 我来告诉你们那些学上国服的人他怎么学的 首先把我之前出过的所有的全局思路全给找出来 一直反复看直到你建立一个大致完整的思路 记住是所有赛季都要看哦 因为万变不离其中 这样你才能看到所有赛季不同的变化 然后一定要搞清楚你现在处于的是什么分段 高分段和低分段的打法思路完全不同 千万不要眼高手低认为交的低分段就对你没用 等你有了一个系统性的思维 这就相当于你的树干 你就可以开始往上面挂东西了 比如说你今天对线敌人节不会打 节约搜索顾北元方打敌人节教学 每个英雄我都出过打野我也出过 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低分和高分的我全部都有都在合集里面 找到这些东西一点点把它们挂上去 一定是要去理解而不是简单看一遍 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哦 正好这些只有重新去架构你所学到的知识 这个时候就是化繁为减了找到最最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刷钱的思路 对线的技巧 团战的站位 以及节奏和推进的技巧 这个时候你在回头看你会发现 你已经成为国服元方了 而且这个赛季我说一句实话 就算你成不了国服元方 你学李元方也绝对没错 哥亚被学之后李元方就是发育了唯一的王